接下来我们来看假设语气第三部分的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好 那我们知道与过去事实相反 我们在第二段影片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句 那那时候Andy有给各位看一个时态的图 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次 好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在第二部影片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关于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现在注意一下与过去事实相反 因为它发生在过去 所以我们所要使用的时态特别注意到 你不可以用过去事 因为如果你用过去事的话 表示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事实 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到的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注意是相反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用过去事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退而求其次 我们就要用所谓的这个head加pp 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部分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 由if所引导的这个重属词句 里面的动词我们要用head再加上pp 就是这边讲的 因为它是与过去事实相反 你不可以用过去事 所以我们就用过去完成式 退后一格用过去完成式 那过去完成式就是固定的head这个助动词 再加上过去分词p 好那另外一半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dottie n把它呢 后面的这个主要词句 主词跟之前的与现在式相反呢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原本 word could should might 后面要接原型动词 这个时候我们要接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接所谓的完成式 原本应该也是要接head加pp的 跟前面一样这样时态才能对称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边变成have加pp呢 就是因为前面的word could should might 这四个助动词 所以把原本的head加pp的head 变成了原型的have了 好所以这个基本的假设语器 与过去事相反的结构 我们都能够确定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例句 Peter was busy last night He didn't go to the party with us 好我们看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时间 因为呢他给我们的时间呢 是last night 那last night呢是过去式 所以呢这边搭配过去式的 be don't was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好他呢昨天晚上很忙 He didn't go to the party with us 所以呢他没有跟我们去参加那个party 好所以各位你们看到 这边时间是didn't go 因为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昨天晚上 好所以呢现在呢重点来了 我们现在呢用一个重属连接词if 引导一个所谓的假设语器 好所以呢假如昨天要是Peter 他不忙的话 注意哦所以呢这边原本是 was是肯定对不对 但是他与事实相反 所以呢本来是Peter昨天很忙 我们现在呢用假设语器与事实相反 很忙的相反词 就是不忙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句子要怎么写呢 假如Peter昨天晚上不忙的话 那注意哦我们知道B动词 那过去完成式呢就是had加PP 那was的过去分词就是been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就要写成if Peter had not been busy 各位有没有看到 not否定 这边的was是肯定 因为它是相反 肯定的相反就是否定 否定的相反就是肯定 所以呢这边呢我们把这个was 假如Peter他昨天晚上不忙的话 但事实上他是忙的肯定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重属连接词 把它变成一个假设语器与事实相反 所以要变成had not been busy last night 假如他昨天晚上不忙的话 原本是didn't go to the party 他就会跟我们去 问题是他有没有去 没有去 所以我们就在what could should might 这个注冻词里面选一个 后面在接上have 原本的goal就是gone 所以呢这个答案我们就要写 he would have gone to the party with us 各位有没有看到 原本是didn't go 他是否定的 所以呢事实相反 否定的相反就是肯定 所以呢假如Peter昨天不忙的话 他就会跟我们去party 但事实上昨天他很忙 所以呢他没有跟我们去party OK好那么接下来再看第二个例句 if you helped me with my homework last week it and on time 假如呢帮我做家庭作业上个星期 好所以那这边呢给我们的时间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last week指的是上个星期 所以它一定是过去的 然后呢it in on time on time就是准时 hand in指的就是脚脚的意思 所以这个句子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呢你上个礼拜 没有帮助我做家庭作业的话 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准时 把这个家庭作业呢交出去了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知道了 last week它是发生在过去 所以这边呢我们与过去事实相反的 假设语气 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if you had not helped me with my homework last week 上个礼拜你要是没有帮我的话 所以呢言下之意就是因为 多亏你上个礼拜帮我做家庭作业 让我呢可以准时交作业 要不是上个礼拜有你帮忙的话 那么我上个礼拜就没有办法准时 把作业给交出来了 好所以这个hand在这边呢 它是当作一个动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could我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这边没有办法是 what could should might 其中一个助动词could 后面加上have hand的当动词是当作角角 过去分词直接加ed 所以呢这边就写成 I couldn't have handed it in on time 所以呢整个假设语气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 同学也不妨把这两个例句 把它背起来仿佛的附送 一直到呢你可以呢 灵活的运用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